在航母上,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就是舰载机,航母本身就等于它的移动飞机场,所有的战斗需求都需要靠舰载机来完成,因此在舰载机的选择上,我们自然希望是越先进越好。 不过我国现役航母上的舰载机是歼-15战机,所以大家就很疑惑,假如我国都已经有了歼-20这类隐身舰载机,为何躺不上航母,难道是歼-20不够格吗? 橘座子言一出,网友纷纷表示,歼-20我原谅你了。很多军迷表示,美国的S-35有舰载版本,日本引进了美国的S-35B战机,说明他们航母上,要用距越隐身功能的舰载机,如果中国不与时俱进,岂不是会被甩得更远。 其实,大家多虑了。橘座表示,我国航母上的N-15并不差近,它是成飞射建造的重型多用图舰载战斗机,属于四代半战机。 它的作战半径为7200公里,最大航程3500公里。 更重要的是,它为了上届量身打造的版本,机翼可以折叠,还有蓝族锁钩等这些必要装备。 反观歼-20,虽然在机身更小明活,并且作战半径更大还具备隐身功能,而且是能够搭载多一型空战导弹,性能自然部署。 不过歼-20是专门为空军打造了一款战斗机,它更适合在空中战斗。 不管是在空的空,空对地,还是对海作战斗需要歼-20这样战斗机参与,它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领土安全,是一把隐形的机刀。 而如果说要让歼-20那航母,一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,对它进行针对性改装,就光是一折叠这一项,必须要满足,不然怎么放进航母机库之中。 二来把歼-20放在航母上,数大才小用了,战斗机上的特殊材料,也经不注意在海上环境使用,白白的浪费点,所以歼-20,还是安心坐边上的雄鹰,航母上就歼-15就够了。 看完局奏的分析,家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呢?也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,歼-20,你如此优秀,那我就原谅你了呢。